哈喽大家好,我是不耍嘴皮子,只说好定的惊悚哥 今天给大家带来汉尼拔第三季的最后六集 这六集合起来就是电视剧版的《红龙》 剧情要比电影版《红龙》更跌宕起伏 并且最后拔书和小茶杯在一起的特殊方式 一定会让您为之动容 影片开始,一位年轻人坐在图书馆里 用手笔画着奇怪的姿势 桌上放着一本名为《伟大的红龙》的杂志 书的非夜是一幅有关《红龙》的画作 画面一转,来到昏暗的阁楼内 年轻人的背上闻了一个大大的《红龙》图案 他在《红龙》画作前跪拜 梦想有一天自己可以化身红龙 这个人就是人称牙仙的弗朗西斯 镜头回到犯罪精神病院这边 被抓的汉尼拔·莱克特被关在了精神病院里 虽然背负了13条人命 但是因为其作为实在是让常人无法理解 所以被诊断为精神病患者而免于死刑 警探杰克又一次找到早已回归家庭生活的小茶杯 他对小茶杯说有两个家庭相继被灭门 作案手法一模一样 但是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FBI不知道该从何查起 所以想再次请小茶杯出山协助侦查 小茶杯此时已经结婚 还有一个妻子 一心想回归平静生活的他陷入了纠结之中 妻子看出了他的心事 鼓励他参与破案 小茶杯带着几分忧伤地说 如果我参与 等我回来时 可能就不再是现在的我了 妻子则体贴地说 我不会变的 深夜 小茶杯打开汉尼巴在狱中写来的信 信中说 相信杰克肯定会再次找到你 但是我奉劝你不要参与 那会破坏你的平静生活 把你扔向无边的黑暗 已经与拔叔恩断一绝的小茶杯 自然不再在乎拔叔的话 他又看了看有关牙仙屠杀多个完美家庭的报道 最后决定参与调查 以阻止牙仙伤害更多家庭 他来到犯罪现场进行测协 认为罪犯是切割开门上的玻璃 打开房门 先把男主割喉 然后开枪打死了女主人 最后又杀害了两个孩子 砸碎镜子 把镜片放到女主人的眼睛和嘴巴处 女主人尸体上有花石粉 说明牙仙猥亵了女主人 FBI法医室这边 法医从女主人眼睛上发现一枚指纹 以及身体上的咬痕 从咬痕上看 凶手有好几颗烂牙 小茶杯向杰克提出 他需要恢复一种思维 才能更好的做犯罪策写 而恢复这种思维 必须要捡把数 杰克表示支持 小茶杯带着资料来见汉尼拔 汉尼拔先是对小茶杯一顿冷嘲热讽 不过在小茶杯的坚持下 拔叔还是同意帮他分析 拔叔看了资料之后认为 凶手很害羞 很可能面容有缺陷 或者自认为有缺陷 打碎镜子放到受害者眼睛上 是为了看到受害者眼中的自己 拔叔还询问了 两个受害家庭院子里的情况 小茶杯说 这两家都有大大的院子 院子周围有很多树 拔叔认为 凶手是选择隐蔽的院子 实施犯罪后 在院子里对着月亮进行朝圣 小茶杯再次来到 受害者家庭附近调查 发现一个折断的树枝 说明凶手会蹲在树上 观察受害家庭 还在一棵树上 发现一个汉字 中 亚贤弗朗西斯这边 天生吐醇 说话又有些结巴的他 敏感且内向 与大多数同事距离疏远 但是与盲人女同事莱巴 关系还不错 这一天 他找莱巴借红外胶片 莱巴很是爽快 还说这种红外胶片 充血非常麻烦 主动提出可以帮弗朗西斯处理 弗朗西斯颇为感动 晚上下班时 弗朗西斯主动要求 送莱巴回家 到家时 莱巴邀请弗朗西斯进屋坐坐 还给他准备了三明治和咖啡 聊天中 莱巴对弗朗西斯说 其实我一直觉得 跟你在一起特别轻松 因为你不怜悯我 把我当一个正常人看 怜悯对我就是侮辱 我不喜欢那样的感觉 说着 伸出手要求摸一摸弗朗西斯的脸 以确认弗朗西斯 是否愿意听这样的话 从没有女孩子主动提出 与自己这样亲密接触 弗朗西斯很是紧张 他抓住了莱巴的手 结结巴巴地说 相信我 我在笑 此刻 两人的关系 无疑更进了一步 巴叔这边 接到了律师打来的电话 但是电话另一端 显然不是律师的声音 这个陌生的声音说 你对我的关注 让我受宠若惊 我相信 即便你知道我是谁 你也不会说 我要告诉你 我将蜕变成为伟大的红龙 此刻 只有你能懂我的心 打电话来的 正是弗朗西斯 他劫持了电话线路 冒充律师 给巴叔打了电话 他想象着 和巴叔促息而谈 表达对巴叔的无限敬仰 巴叔除了鼓励弗朗西斯 遵从内心 勇敢完成蜕变之外 还目的明确的教授说 那些有关咱们的报道 都是极尽侮辱之词 比如称你为牙仙 就是极大的侮辱 你要展现红龙强大的一面 弗朗西斯表示 会做一些事情 给巴叔看 对莱巴感情不断升温的弗朗西斯 因为莱巴的渔据 从没见过老虎 驾车带着他来到动物园 趁着动物园给老虎 修正牙齿的时机 让莱巴摸一摸老虎 莱巴很是感动 从动物园回到家 在莱巴的主动攻势下 两个人的关系 很快有了突破 陷入莱巴温柔的臂弯 弗朗西斯几乎要忘了 自己蛻变为红龙的梦想 第二天醒来 有一个声音 不断在他耳边回响 他跑到阁楼上 面对红龙的画作 似乎听到了红龙的声音 杀了他 杀了他 按照红龙的恶性 他会杀了所有 和自己发生关系的女人 现在 红龙要求弗朗西斯也这样做 但是 弗朗西斯是真心的喜欢莱巴 因此 他内心陷入了极度的挣扎 犯罪精神病院这边 巴叔冒充出版社工作人员 打电话到切尔顿医生的办公室 以要给小茶杯游记书籍为名 轻松骗取了小茶杯新家的地址 但是 小茶杯完全没有察觉 巴叔的险恶用心 他把最近的发现 集书上有一个中字 这一发现给巴叔分析 巴叔说 这个中国字意为中标 也有红龙的意思 巴叔提到一幅著名画作 伟大的红龙 与身披太阳的女人 红龙站在一个哀求的女人面前 用尾巴死死缠着女人 这是一幅具有典型的 恶魔性欲气息的作品 很显然 罪犯是在模仿这幅画的场景 巴叔建议小茶杯 去观察这幅画 弗朗西斯这边 为了支持红龙 教唆自己杀死来吧 他决定吃了那幅 最著名的红龙画作 趁着周二 不对公众开放之际 他以学术研究为名 进入布鲁克林博物馆 要求工作人员 拿出那幅著名的红龙画作 趁工作人员不备 弗朗西斯打晕工作人员 把它拖到一个角落里之后 一点一点 把那幅珍贵的红龙画作 吃到了肚子里 与此同时 为了获得灵感 小茶杯也进入博物馆 准备参观这幅画作 却与吃完了画作 准备离开的弗朗西斯擦肩而过 小茶杯察觉到了异常 追到电梯里 结果被弗朗西斯 直接扔出了电梯 FBI这边 从弗朗西斯进入博物馆时 使用的塑料通行证上 提取到了指纹 对比发现 与之前受害者眼睛上 留下的指纹一致 所以肯定 凶手就是弗朗西斯 弗朗西斯虽然吃了红龙 但是那个要他杀了莱巴的声音 依然在回响 困惑的弗朗西斯 又冒充律师打电话给拔叔 想象着和拔叔面对面 粗息而谈 他无比困惑地对拔叔说 我和红龙的意志 一直是统一的 就是喜欢一个女人 和他发生关系 然后杀掉 可是我舍不得杀掉莱巴 对他有了真爱 拔叔给他出主意说 你吃了红龙 红龙就盘踞在你的体内 你可以把红龙抛给其他人 这样就可以不用杀死来罢 弗朗西斯凡然醒悟 他认为最合适的人选 就是小茶杯 拔叔还提醒弗朗西斯说 他有家庭 这不符合红龙的身份 你必须杀了他的老婆和孩子 弗朗西斯心领神会 他很快行动了 趁着小茶杯不在家的时机 他潜入小茶杯的家里 准备动手时 小茶杯的妻子 带着孩子驾车逃跑了 弗朗西斯对着车子连开竖枪 很不幸小茶杯妻子重担受伤 赶到医院的小茶杯伤心不已 向儿子保证一定会抓住罪犯 犯罪精神病院这边 布鲁姆发现 拔叔的律师 最近根本就没有给拔叔打过电话 那么最近几次 拔叔是和谁通话的呢 他们终于明白 拔叔和弗朗西斯有联系 杰克推断 杀小茶杯妻子失败的弗朗西斯 很快会再次和拔叔联系 他要求拔叔到时拖住弗朗西斯 FBI进行监听 以确定弗朗西斯的位置 巴叔欣然答应 因为他的乐趣就在于看FBI 和弗朗西斯斗智斗勇 弗朗西斯这边 杀小茶杯妻子失败受挫 他的自我人格和红龙人格 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犹如两个人在激烈的搏杀 显然最后红龙人格 战胜了他的自我人格 不久后 当莱巴再次来家里与他约会时 他哭着对莱巴说 我不能跟你在一起了 我怕伤害你 莱巴悲伤地说 我知道大部分男人都害怕悲伤负担 何况我是比常人更大的负担 我理解你的选择 然后转身摸索着离去 留下一脸悲伤与纠结的弗朗西斯 巴叔果然又接到弗朗西斯冒充律师 打来的电话 弗朗西斯对拔叔说 自己很纠结 担心自己的红龙人格 真的会杀死来拔 拔叔故意挑唆到 看来你无法摆脱红龙 你是进化后的红龙 你应该一直更坚定 然后又说了句 他们在监听 就突然挂了电话 弗朗西斯赶忙逃跑 气愤的杰克终于明白 巴叔这是在戏弄他们 自得其乐 对于巴叔的行为 小茶杯越来越难以理解 他找到巴叔曾经的心理医生 彼得里亚 让他帮忙分析 彼得里亚说 汉尼巴给了你三年时间 让你组建家庭 现在他十分有信心 拆散你的家庭 再次得到你 小茶杯几乎自言自语地说道 他有那么爱我吗 彼得里亚说 是的 他每天都在渴望你 每次见到你 都感到莫大的慰藉 小茶杯陷入了 深深的困惑之中 FBI这边 为了尽快抓住弗朗西斯 他们请小包记者 菲雷迪过来 采访切尔顿和小茶杯 写了一篇 有关弗朗西斯的报道 大致意思是 他们分析认为 弗朗西斯样貌丑陋 性无能 成长自一个乱伦家庭等等 还配了一张 切尔顿和小茶杯的照片 照片中刻意通过窗外的景色 暴露拍照位置 以刺激弗朗西斯 找小茶杯报仇 拍的照时 小茶杯刻意扶着 切尔顿的肩膀 弗朗西斯看到报道之后 果然很快出手了 不过他报复的目标 不是小茶杯 而是切尔顿 把切尔顿绑到家里 直接咬掉了他的嘴唇 拔手很快收到了 弗朗西斯游寄过来的 切尔顿的嘴唇 一脸的得意 小茶杯这边 和彼得利亚聊天时坦诚 自己和切尔顿拍照时 刻意把手放到他的肩膀 为了在照片 凸显切尔顿的中心地位 因为他好奇 弗朗西斯会如何报复切尔顿 彼得利亚感慨道 你真的与汉尼巴越来越像 你们都对于暴力充满好奇 并乐于操纵暴力 弗朗西斯这边 红龙人格越来越强大 他把莱巴绑到家里 向莱巴坦诚 自己就是牙仙 弗朗西斯想遵循 红龙的召唤杀了莱巴 但是还有几分不舍 所以告诉莱巴 自己脖子里怪我钥匙 还让莱巴熟悉了逃跑路线 在屋子里洒满汽油 点招之后 看着不断颤抖哭泣的莱巴 弗朗西斯说 我不忍心看着你被烧死 我要先走一步 然后就是砰的一声枪响 莱巴爬过去 从尸体上摸到了钥匙 然后摸索着逃了出来 小茶杯这边 当他回到赞州的宾馆时 被人从身后突然控制了 这个人正是弗朗西斯 他对小茶杯说 汉尼巴·莱克特背叛了我 他答应过 不会暴露我身份的 我现在比红龙还强大 我要改变汉尼巴·莱克特 请问我该如何才能见到汉尼巴 此时的小茶杯 很乐意看到拔叔和弗朗西斯斗 他心中有了主意 FBI经过检验发现 弗朗西斯家发现的烧焦的尸体 并不是弗朗西斯 而是不久前失踪的一个人 这不过是弗朗西斯的 一个金颤脱鞘的计谋而已 接下来就是 小茶杯主导的 与拔叔相爱相杀的好戏 用小茶杯做诱饵 抓住红龙的计划失败 还搭上了切尔顿 小茶杯另声一计 他对杰克说 抓住红龙的最好办法 还是诱补 这次需要用更具吸引力的诱饵 那就是汉尼巴·莱克特 红龙会认为 杀了汉尼巴 才算吞没了他 超越了他 小茶杯给杰克说了 自己的完整方案 首先伪造拔叔越以逃跑的假象 然后暴露拔叔的位置 吸引红龙前来 一举抓获红龙 杰克表示认可 小茶杯把自己的想法 透露给了 对拔叔有着同样复杂情感的彼得里亚 彼得里亚说 一旦让汉尼巴逃脱 就再也没有抓住他的机会了 小茶杯吐露了自己的真实目的 他说 我本来就不打算让汉尼巴再次被抓住 彼得里亚说 我知道你对他的情感 不能与他共处 又不能失去他 小茶杯承认 这是自己的蛻变 一种越来越与拔叔趋向的蛻变 他还劝说 彼得里亚收拾行李离开 免得被拔叔吃掉 很明显 彼得里亚对即将到来的拔叔 既害怕又渴望 FBI这边 派布鲁姆和拔叔谈判合作条件 拔叔本来可以在监狱里 自由地读书和绘画 还有独立的卫生间 但是因为与牙线勾结 作为惩罚 这些都被剥夺了 现在只要拔叔同意合作 伪装逃跑 就可以恢复以上所有权益 但是拔叔提出一个条件 那就是要小茶杯来求他 小茶杯劝说 杰克把方案又做了进一步的完善 假装是他帮助拔叔越以逃跑的 这样显得更真实 然后等到红龙找到拔叔时 他们两个就可以合力杀死红龙 然后再杀死拔叔 这样一举两得 杰克同意还补充了一句 这就是恶魔的下场 和杰克达成一致后 小茶杯去见拔叔了 他对拔叔说 当初如果我没有回绝你 你是不会自首的 现在也不会在这里 拔叔说 是的 真是你撂下的狠话 让我失去了逃跑的动力 我现在在这里 是想让你永远知道我的位置 让你可以随时来找我 如此含蓄地 互诉一番中场之后 小茶杯提出了 之前商店的方案 他颇有几分含情默默地说 我需要你 和你把莱克特求你了 拔叔露出了开心的微笑 犹如听到心爱的姑娘 终于对自己说了句 我爱你一样 行动很快开始 球车内小茶杯陪伴着拔叔 但是还没等到拔叔和小茶杯 假装逃跑 一辆警车追了过来 驾车的正是红龙弗朗西斯 他直接把车横在路上 挡住了车队的去路 然后是一阵血雨腥风的屠杀 所有押送的警官毕命 红龙也消失不见 拔叔和小茶杯从球车内爬了出来 拔叔对小茶杯说 不用担心 红龙不会在这里杀了我们 他会找一个隐秘的场所 然后开着一辆警车 载着小茶杯扬长而去 来到现场的杰克 看到眼前的一片狼藉 终于认识到 自己就是一个傻子 表情如实话的一般 拔叔带着小茶杯 来到他的一处海边别墅 波涛汹涌的海岸边 拔叔对小茶杯说 你和我置于翻滚的大夕阳上 从来没有如此的美好 但是这一切将被大海吞没 晚上正如拔叔所料 红龙很快出现了 他一枪打中了拔叔的腹部 击倒了拔叔 然后架起摄像机 要拍下拔叔受死的过程 红龙称 杀死拔叔将会是自己 完成最伟大的蛻变 这时身后的小茶杯遇救拔叔 结果红龙有所察觉 他决定先解决掉小茶杯 巴叔爬起来加入战斗 一番激烈的搏杀之后 巴叔和小茶杯合力击倒了红龙 红龙身下的血液蔓延开来 犹如画作中红龙的翅膀 此刻他真的完成了蛻变 影片的最后 巴叔和小茶杯紧紧地抱在一起 巴叔说 看到了吗 这就是我想让你看到的 在月光下 血液是黑色的 如此的美丽 小茶杯喘息着说 是的 真美 然后紧紧相拥的两个人 跳下了悬崖 巴叔最终以这样的方式 得到了小茶杯 剧中其他人物 也有了不同的结局 布鲁姆和马格偷了梅森的精子后 由布鲁姆生了个儿子 顺利继承了家产 一家三口 过着幸福的生活 而对巴叔 又爱又恨又怕的彼得里亚 直到再也等不来 曾经承诺 要吃了他的巴叔 就自己碰了自己的一条腿 看着满桌的美食 以及自己残缺的腿 脸上写满了没落与悲伤 汉尼拔第三季结束 最后这六集剧情 以红龙为主线 除了红龙对巴叔从崇拜到服从 再到发觉被巴叔出卖 决心要杀了巴叔这条线之外 小茶杯对巴叔的情感变化 也颇有看头 在第四集中 小茶杯对巴叔撂了狠话 说自己宁愿想自己的狗狗 也不会想念巴叔 巴叔知道 小茶杯再也不会去追他了 伤心的巴叔 没有了潜逃的动力 所以选择自首 红龙案发之后 小茶杯最开始只想破案 但是巴叔抓住机会 鼓动红龙破坏小茶杯的家庭 试图找回昔日的小茶杯 渐渐的 小茶杯对巴叔救情复燃 决定救出巴叔 所以有了越狱吸引红龙的计谋 最后小茶杯和巴叔 双双跳崖的一幕 虽然血腥残忍 但是又让人无比的动容 好了 汉尼拔三季 公三十九集 终于为大家解说完毕 最后一季压缩比比较高 舍弃了不少细节 定有不当之处 望各位小伙伴多多包涵 谢谢大家的支持和指正 咱们下期见